哈囉,大家好,我是凱兒 今天想要來告訴大家如何輕鬆的架設帕魯的遊戲伺服器 而且可以突破系統預設的人數上限32人的設定喔 那首先我們先打開我們的遊戲 選擇參加專用伺服器的多人連線 進來之後呢 點選如何建立伺服器 這時候會開啟一個網頁 我們找到中間左右的位置 這邊有一個Windows SteamCMD的地方 我們點選下面的超連結 之後呢會彈出一個新的網頁 我們點選下載位置超連結的這個1 進行伺服器架設的軟體下載 這邊要注意的是呢 程式的下載路徑只能使用英文 也就是說路徑上不能有任何英文以外的資源 否則會無法開啟 那我這邊建議創建一個英文名稱的資料夾給它 下載好之後我們直接解壓縮 丟到剛剛我們創建的資料夾 然後打開它 它就會開始下載一些遊戲的伺服器資料到剛剛的資料夾 等它下載完畢之後 我們就可以先關閉這個視窗了 之後我們在資料夾位置這邊 直接輸入CMD 按下Enter 這邊就會出現一個 迷你提示支援的 CMD視窗 之後我們回到剛剛開啟的第一個網頁 把連結下面的第一行代碼全部複製起來 然後貼到剛剛的 CMD視窗按下Enter 這時候它就會跑一些下載資料 我們稍等片刻 這邊因為下載的資料有點多 會等比較久的時間 稍等一段時間之後 它就會下載完成囉 之後我們就可以先關閉這個CMD視窗 然後回到我們的資料夾 點選 STAM APPS 然後點選COMMON資料夾 這邊就會有個帕魯伺服器的資料夾了 點進來之後 這邊就是架設帕魯伺服器的檔案囉 那我們直接先打開程式 打開之後會顯示這個視窗 就表示架設成功了 之後我們先關閉它 我們要來對伺服器進行設定 我們回到資料夾 用筆記本打開這個檔案 打開之後 前上的意思是說 這是一個範例的預設伺服器設定 在這邊更改 並不會對伺服器造成影響 所以我們先複製一下 第四行以後的全部文字 複製完成之後 我們先關閉它 然後我們回到伺服器的資料夾 我們依照這個路徑去做點選 之後一樣用筆記本打開這個檔案 打開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貼上剛剛複製的 預設設定文字 再來我們就可以對這些設定進行調整囉 首先我們先回到遊戲 先點選單人遊戲 然後隨便創建一個新的世界 選擇自訂設定 之後回到剛剛的設定文件 這邊的設定紙 是依照自訂設定裡面的文字作為排列的 我們可以一一對比進行調整 調整完畢之後 我們來設定伺服器資訊 我們找到 SERVERNAME 設定伺服器的名稱 這邊是可以輸入中文的 然後 SERVER DSCRIPTION 是伺服器的介紹 一樣可以輸入中文 然後 SERVER PASS WORD 可以設定 進入伺服器需不需要密碼 這邊如果不進行密碼的設定 保持平衡就可以了 再來是 SERVER PLAYER MAX NUM 這個是設定伺服器的人數上限 那我這邊設定100人 再來是伺服器的布號 預設是 8211 可以調整也可以不調整 那我這邊先讓號保持平衡就可以了 最後最重要的 就是伺服器的IP位置 PUBLICIP 設定伺服器的IP 這邊可以直接輸入我們的實體IP 但是會有被網路攻擊的風險 我們可以先下載Redmine VPN 直接用搜尋引擎搜尋 然後進入官方網站 或是點選我說明欄的網站位置 下載完成後 我們打開進行安裝 安裝完成後開啟 開啟後我們選擇建立網路 輸入使用者名稱跟密碼就可以了 使用者名稱可以輸入中文 輸入完成之後 我們按下建立 這樣就建立好囉 之後請要加入你伺服器的玩家 一樣下載Redmine VPN 連選加入網路 輸入你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就可以了 然後Redmine VPN是沒有人數上限的 所以想要加入多少人都可以喔 之後我們複製自己的IP位置 複製到剛剛的伺服器設定文件 之後我們按下存檔就可以關閉囉 再來 我們回到剛剛的伺服器資料夾 直接連選PALSERVER之後 顯示這個視窗就表示順利開啟伺服器了 我這邊建議大家點選右鍵 建立接近到桌面 這樣下次要開啟伺服器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找不到地方喔 開啟伺服器後 我們回到遊戲 在伺服器專用連線的選項這邊 下面輸入你的遊戲IP加上簿號 就能輸入連線成功囉 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的伺服器資訊就跟剛剛的輸入的一模一樣 人數上限已經請調整了 那如果你的朋友沒有辦法加入你的伺服器 只要關閉自己的防火牆就可以囉 也預祝大家都可以順利的開啟自己的伺服器喔 那以上 就是這一次的PALSERVER系伺服器架設的教學影片 如果覺得我的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把影片分享給有需要的朋友 有任何問題也都歡迎留言給我 我都會一一幫大家解答喔 我是凱兒 那我們 我們下部影片 再見